突发心机梗死,三件事别做,医生忠告,掌握两点,关键时刻能救命,你知道在突发心机梗死时,为何要迅速采取行动吗?是不是觉得避免情绪激动很简单,但你知道这关系到心脏负担吗? 不要在这关键时刻做着三件事,否则可能事与愿违,看似简单的知识,却可能是关键时刻挽救生命的关键,愿你阅读后,能在紧急时刻保持冷静,做出明智的抉择,一,突发心机梗死,不要做三件事,一,擅自服用硝酸甘油,在面对这样的紧急情况时, 许多人可能会想到使用硝酸甘油来缓解胸闷,胸痛等不适感,硝酸甘油属于一类称为血管扩张剂的药物,它通过放松平滑机细胞,并扩张周围血管以增加血液流量和降低心脏负担 在这个过程中,专业的急救人员和医生会根据具体状况采取相应措施来挽救患者的生命 如果我们自行服用硝酸甘油并不了解正确剂量和使用方法时,则可能导致药物过量或不当使用而加重病情 突发心机梗死与其他类型的胸痛有所区别 并非所有胸闷,胸痛都适合使用硝酸甘油缓解 例如,在某些情况下如主动脉加层,硝酸甘油可能会进一步增加血管内压力而造成更严重后果 二,擅自做心肺复苏 突发心机梗死是一种严重的心血管疾病 常常导致不可逆转的损害甚至死亡 在紧急情况下,许多人可能会想要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来挽救生命 然而,正确地执行心肺复苏需要掌握特定的技巧和知识 并严格遵循标准操作程序 如果操作不当,心肺复苏不仅无法挽救生命 还可能造成骨折、内出血或其他身体损伤等并发症 因此,在采取心肺复苏之前 必须确保已经掌握了正确的技巧和知识 并且遵循了标准操作程序 只有经过专业培训和实践 医护人员才能准确判断患者是否需要进行心肺复苏 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当心脏骤挺是由其他原因引起时如呼吸道阻塞 仅进行胸外按压可能无法解决问题 立即拨打急救电话或前往最近的医院寻求帮助是至关重要的步骤 三,擅自喝水 在这个关键时刻,为什么不能随意喝水呢? 因为这将导致供应给心肌的氧气和营养物质减少甚至中断 此时,身体需要通过其他途径来保证足够的血液流向受损区域 并尽快恢复正常功能 通常情况下,医生会给予抗栓、抗凝等药物以恢复关脉通畅性 并帮助改善心肌供穴情况 如果在此期间随意饮水 则可能干扰这些药物的作用机制并影响治疗效果 在突发心肌梗死时,人们常处于紧张和焦虑状态下 这会刺激交感神经系统的活动 并导致胃酸分泌增加、食欲减退等情况出现 二,警惕 心脏不适的三大信号可能是心梗的预兆 一,胸疼 心梗的发生通常源于冠状动脉的堵塞 冠状动脉是负责为心脏输送富含氧气和营养的血液的主要血管 一旦这些血管受到血栓 动脉周样硬化斑块或其他障碍物的阻碍 心肌便可能面临缺血的风险 进而引发胸痛 冠状动脉阻塞如果导致了心肌缺血 即心脏肌肉由于血液供应不足而受损 这种情况也会引起胸疼或不适感 通常被描述为剧烈的压迫性疼痛 位于胸骨后面也可能辐射到左臂、颈部、下额或背部 当一个人出现胸疼时并不能立即确定是否为心梗所致 但如果表现为疼痛持续时间较长 疼痛放射到上肩部、颈部、手臂等位置 与其他原因引起的胸痛不同 疼痛在休息后仍然持续存在 伴有呼吸困难、出冷汗等全身性表现 基本可以判定为心梗 二、脸疼 心肌梗死指的是冠状动脉中断 导致宫血不足引起的心肌组织坏死 通常情况下 人们对于胸口压迫性、持续性胸闷 以及左臂放射性麻木等典型表现比较了解 在这些非典型表现中之一 就包括了面部或镍区域 距离而持久的刺骨般的顿锐 牵拉痒或跳动性疼痛 这种脸部疼痛可能伴随着 其他心梗的常见征兆 如呕吐、出冷汗、恶心和胃灼热感等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 原因之一是头颅和面部神经网络与心血管系统有着密切的关联 当关脉、宫血受阻时 可能导致头颅和面部神经传递异常信号给大脑 并引发剧烈的脸部神经纤维张力变化及相应的反应性镇静作用 当这些小型动脉堵塞时 则会导致脸部疼痛的发生 虽然面部剧烈持久性的脸部疼痛可能是心梗的信号之一 但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会经历这种情况 三、舌头疼 当发生心梗时 由于冠状动脉中断或阻塞了正常的血液流向心肌组织的通道 随助时间推移 受影响区域内出现缺氧和营养物质不足 并最终导致组织坏死 在这个过程中 人体会产生一系列反应以试图修复损伤并保护自身 其中之一就是通过神经传递信号来感知和传达异常信息 舌头作为口腔内部器官之一 在整个神经系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这种舌头疼痛很可能源自受累区域附近的神经末端受到压迫或受损 导致异常的感觉传递 这些症状与舌头疼痛一起出现时应引起警惕 并及时就医进行进一步检查和治疗 三、心梗掌握两点,关键时刻能救命 一、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寻求专业帮助 心梗发作时,时间就是生命 立即拨打急救电话 迅速呼叫专业的急救人员和医护团队 急救电话的接警员会向你提供紧急的指导 并安排救护车尽快前来 在电话中要清楚地描述症状 特别是胸疼、压迫感或疼痛辐射到手臂 颈部、下落等区域的情况 提供准确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以确保急救团队能够及时到达现场 急救电话的及时拨打能够迅速启动整个急救流程 包括医护人员的派遣和院前急救 为患者提供最佳的护理和治疗 提高生存率和降低心脏损伤的风险 二、避免情绪激动采取舒服姿势等待医护人员 避免情绪激动采取舒适的姿势 这两个看似简单的行为 实际上在心梗发作时可能会产生重大的生命影响 当情绪激动时 人体会释放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等激素 这些激素的释放会增加心脏负担 加速心率提升血压 对于已经处于公穴不足状态的心肌来说 这无疑是血上加霜 因此保持情绪稳定是预防心梗的重要一环 避免情绪波动对心脏健康的威胁 采取舒适的姿势也是关键 在心梗发作时 患者可能会感到剧烈的胸痛 这是由于心肌缺血引起的 合适的姿势可以帮助减轻胸痛 并有助于维持良好的血液循环 一般建议患者采取座位或伴座位 避免平躺 因为平躺可能增加心脏负担 加重病情 在心梗发作时 每一分钟都至关重要 迅速采取合适的措施可能是救命的关键 避免情绪激动和采取舒适的姿势 虽然看似简单 但却是在紧急情况下 能够采取的有效自救手段 在面对突发心肌梗死时 有些行为可能会加重病情 甚至危及生命 当出现胸闷 呼吸困难 以及持续性剧烈胸痛等典型心肌梗死症状时 一定不能忽视或推迟就医 只有保持冷静和果断 才能在危机中挺过去 愿每个人都能铭记这些重要信息 在关键时刻能够正确应对 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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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